是 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拘捕的 是三豪 臭丫頭, 你是誰? 我知道是誰 你說來查案, 到底你有什麼居心? 你還會騙爹地在這裡多久? 走 什麼都踢不到 一定是有關要器, 大家靜一靜 千萬別叫我被人擔心 幫我, 吃龍 我幫你吃藥吧 我幫你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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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吃藥 你要吃藥 讓我吃藥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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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政報告出來了 證實姚嘉儀頭頂有一個寸判的傷口 經過比對之後 傷口的形狀 跟這件小木製的擺設是很吻合的 阿頭, 科技組已經將高亮的電腦解鎖 在裡面發營到CCTV片段 證明他曾經用電腦更改過 搭門口CCTV的錄影片段 Ryman除了合作之外 還給了很多優口條件文靜 那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走眼 不過這樣也好 他始終跟我們也不是同路人 而且他跟重案組ICAC的阿Sir也很熟 走就走, 這樣就更好 文靜有衷勁又聰明, 是可造之材 唯一就是對世界了解未夠仇 他以律師來說, 真的太單純 以為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但法律不是這樣玩 無論如何, 文靜跟隨我那麼久 因為又是我入室弟子 如果被他走了, 是很可惜的 文靜 師傅 這部相機好像是我送給你的 送給你就是你了 你現在找到好的前途 做師傅的只會恭喜你 你不用把相機還給我 你可保持這部相機 有空我出去看看 懷念一下這個師傅 師傅, 我沒說要還給你 你拿來幹什麼? 我不懂用 我之前說教你, 你又說沒興趣學 為什麼現在這麼有興趣呢? 師傅, 你除了打工事厲害之外 拍照也是高手 我想兩樣東西都學了 這樣才可以成為你入室弟子 那Wayman那裡呢? 我推了 那你是不是害死我? 我下次見到他怎麼面對他? 他殺我一次 師傅, 你刀槍不入 這麼大人的高帽? 其實這部相機是全自動的 全自動? 全靠自己手動 師傅, 你們不僅打官司厲害 難怪也很厲害 文律師, 我真的見你多 見我媽媽了, 快來 你是打算保釋她, 是嗎? 這份是我當時人的口公子拼貼 是呀, 簽了名字, 有什麼問題? 上次你問我當事人 他是不是曾經修改過本月十五號 他家大門口的視視電視? 是呀, 那有什麼問題? 高亮先生是本港一位知名商人 鑑於治安問題 他經常會檢視自己家的視視電視 事後我跟他溝通過, 在本月二十一號 他的確是有檢視過他家裡的視視電視 慢著 我當天是向他指出 他是不是修改過 十五號到二十號的視視電視 誰知道? 至少我和當事人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要這樣 把這份報告呈上法庭? 你們口供不清晰, 最終都是疑點歸於被告 玩文字遊戲吧? 跟你玩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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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所說的檢視 這個我當然知道 而且我當時人也沒有否定過 他修改一個十五號的CCTV 那就行了, 還有什麼好說? 這裡寫著, 我當事人曾經說過 身體不好, 要求將來再錄 但是你們也堅持 沒錯 當時我們下口供下了幾個鐘 你也在場 你沒看到你當事人有任何不惜? 是, 但你知不知道我當事人有情緒病 他是不能被長期激流的 是嗎? 這份是我當事人十四歲至十七歲的時候 向心理學家的求診紀錄 雍家培醫生是這方面的權威 十幾歲的時候的醫生報告 幾十年少了 高先生的精神問題暫時得到舒緩 但是並沒有真正解決 沒錯, 他是曾經修改過 他大門口的CCTV 將他太太回家的影片修改了 他之所以這樣做 是因為他在無意識的情況下 開啟了自我與心理的防禦機制 什麼在無意識的情況下 開啟他那個什麼機制?你說什麼? 簡單來說 當他遇到挫折的時候 他的心理狀態就會回到 較早年齡階段的水平 以原始幼稚的手法 去面對當前的問題 你現在真是在我面前暗示你 你這位當事人高先生 他是有智力障礙的 你說就是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也不是我說的 是安娜弗洛洛伊德所寫的 弗洛伊德我知道, 我認識 弗洛伊德是誰? 不是弗洛伊德 是弗洛伊德的女兒 也是一位很有權威的精神分析學家 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當事人因為有這種病 所以就修改了CCTV 因為他很想回到最美好 最安全的那段日子 沒錯, 就是這樣 大哥, 厲害 這樣你也明白 你們的疑問, 我就全解釋了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辛苦你了, 文律師 我也聽說過這宗案件很難保證 沒錯 不過我也記得我師父說過 可否可以保證 不是看案件的難度, 是看誰做的 總之謝謝 應該的 去哪裡?載你吧 我不用了, 我還是不妨礙你們 好, 辛苦了 再見 找我 拿車吧 你剛才表現挺高明的 不過我比較關心我當事人 所以才知道他以前的身體狀況 那真的這麼巧, 有情緒病嗎? 剛才那份病例報告你有看的 有根有據, 我沒用的 明白的, 你是職責 你真的認為他改CCTV是因為病患嗎? 我當然不會懷疑他 你也是警察 難道你每次抓人的時候 百分百肯定自己沒抓錯人嗎? 你挺自信的 大家都在不同的崗位上可違法律 首先 高先生, 立法會選舉的事順利是嗎? 我這團隊正在跟進, 一切都可以的 我叫你今天打球 失敗水準, 擔心我兒子嗎? 放心吧, 洗高先生已經報仇出來 不用擔心 不好意思, 兩位 剛才行會跟政務司司長開完會 何俊亨先生, 高兆光先生 是這樣的 我那天跟何先生說起 今天約了去打球 他說幸好認識你, 所以… 不介意吧, 高先生 別這麼說, 何先生, 高遠認識你 怎麼樣?今天球誰打得比較好? 高先生今天失準, 我比較好 高先生是楊利 我知道高先生最近在忙選立法會 哪有空練球 高先生, 其實我真的很希望你選得出來 為香港市民謀求福祉 我很欣賞你的, 別讓我失望 謝謝何先生 不過我對手葉拳也很強 是兩屆議會的議員 他人物說, 很多人支持他 你也會說 葉拳之所以順利 看了很多人支持他 不過今次不斷枉日了, 是不是?何先生 沒錯, 有能者居知 我支持你的, 加油 好 不好意思 有事不要介意, 選舉重要一點 打球隨時吧 謝謝何先生, 那就不好意思了 來, 請便 再見 謝謝 你真的看了他嗎? 言之過早, 對他認識還沒那麼深 不過, 無論如何都希望他選出 這倒是, 葉拳吃碗面反碗底 無論如何都不能給他連任 我們能捧起來, 就按下一個低 不如抑弱高紹剛, 冷手撿個熱線堆 入場圈就給他了, 看他做法吧 那我們怎麼辦? 你決定吧 我找忠先生 你等等我 Marco, Jason找你 進來吧 最近不知道是否轉了吃齋 腸胃真的不一般 你吃齋嗎?你想信教, 還是想職音 不是, 以前在美國打仗的時候 殺那麼多人, 想去就是淚氣而已 想不到吃了幾天真是見效 大生意自動送上門 有什麼能幫你? 柳俊, 自由新記者 你手上的就是他的詳細資料 沒問題吧? 看來你想我吃久一點 真的嗎? 是嗎? 浪費心機, 睡得很快 能換一腳都被律政署擔回頭 鬼鬼, 那個文律師什麼智商? 連高亮小時候的病毒都挖出來 本來就入了, 現在要拔出來再查 方世雄是出名的邪惡律師 他徒弟也不幫好在哪裡 大家想想, 還有沒有其他方向 Sir, 不如這樣 我上次不是看到交通意外 遇到那個記者嗎 我們可否去那裡開始? 開始吧 麥莉姐, 打個宇言檢查 那個記者現在有甚麼情況 收到 好, 謝謝 老頭, 醫院那邊說他今天有點反應 應該很快就醒了 珊姐, 跟我去醫院 是, Sir 你也行 站在這裡工作, 站在這裡幹什麼 Sir 什麼事? 對不起, 上次又不是有心頂撞你的 你不要擺盡我 工作呢 我們大家都有情緒, 很正常 不過一直對你工作能力就… 還是沒有懷疑 有時還可以有心頂撞你的 謝謝, Sir 那真的…不用走B了嗎? 走B了? 你浪費了, 上槍吧 是, Sir 好 我去我留在這間房間 不用檢查, 301 你怎麼知道? 上次你說吧 程醫生, 你剛才不是在301巡訪嗎? 我一直都在, 你是不是看出人? 301? 那邊 醫生, 我已經醒了 是不是?上次來到, 怎麼知道他更昏迷 進去看看, 我知道 劉先生 兩位是? 我們是重案組, 我是騰衛山 這位是我同事, 警官 關於你的交通意外 我們有些事情想跟進 不好意思, 我…我沒空 阻礙你少許時間 想問你認不認得是誰撞你 那…那晚發生得很突然 我什麼都不記得了, 看不清楚 你想清楚? 我真的什麼都不記得了 那你有沒有見過這個人? 這個是…有錢人, 高梁 那就是說你認得 碰到你那個人就是高梁? 我…我認得他是高小光的兒子 碰到我… 究竟誰撞到我, 我真的看不清楚 我不知道 總之撞我的那個不是他 如果你說你忘記的話 為何你這麼肯定撞你的那個人 不是高梁呢 我…我剛才醒來 我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你們別煩我 劉先生 媽 什麼都不肯說 他不是犯, 他不肯說也沒辦法 他不是說甚麼 有料到, 走吧 什麼料到 對了…不要吹了 我搞定, 把手機立即過來 行了, 就這樣 好嗎? 張先生 兩位是Madam, 不好意思 之前大陸的工程出現了一點問題 所以遲了幾天 不要緊, 想問那張相機卡還有嗎 在這裡, 我拿給你 謝謝 Madam, 是這張 謝謝 不好意思, 趁開工 是, 來了 阿彤, 去跟我們自己小心點 那些三輩人, 你盡量不要跟他們說話 沒什麼重要事, 別找我, 知道嗎? 爸爸, 你是不是又做了什麼報道得罪人? 你別管這麼多 總之在英國, 你畢心畢讀書 自己小心點 羅先生 Madam, 這邊 我們有些事想問問你 不好意思, 我現在趕時間有多長 沒時間 劉先生, 你看看 你之前說撞傷你那個不是高梁 但很明顯影片裡面那個是她的 對不起…我上次… 我現在精神好一點 我知道我記得什麼事了 我曾經想採訪她的 不過我記起了 我覺得撞我那不是她的 上車… 你打算採訪她什麼? 對不起, 這些是我的機密 我不想說, 好嗎? 但你剛才出院 你還帶你女兒走 是不是跟你採訪的事有關? 無可奉告 劉先生… 劉先生 開車 怎麼樣?珊姐 這個人肯定有些事想忍 好嗎? 女士, 怎麼早? 不是我早到, 你遲到 你約我開心時間五點至七點 我還早到五分鐘 謝謝, 一樣 好, 請我喝酒 我這個人不喜歡欠人家 上次你幫了我, 請你來喝東西 以後沒有拖無欠 看你對我這麼好 什麼? 刀鼠肉 上次你在電話裡不是說 跌了我介紹你那隻余藥 什麼客氣? 當回禮吧 對了, 調到哪裡去哪裡? 你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幸好我和我的頭好起來 那倒是好 當然 還說叫我去檔案 肯定我連簽證也沒幫我拿 那又不要這麼說 做生不如做熟 那你這些警戒精英繼續留在重岸 說不定, 處長也… 不用繞了 不過看著你上次給我影片, 我份上 放過你吧 那就是說影片有用嗎? 原來那晚劉俊駕著電單車跟著高梁 那為什麼最後會是包少龍碰到他?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但是劉俊說什麼都不記得 我覺得有東西隱瞞 除非是高梁才開了一輛車出去 接著換了司機包少龍, 再遇到劉俊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是機會率很低 最奇怪的就是 劉俊明明的傷還沒康復 但是趕著出院 還要帶女兒去英國 十足十, 像走路一樣, 一定有古怪 根據你們的調查 劉俊, 高梁有沒有可疑? 絕對有 你覺得是哪一方面? 我總是覺得開車那是他 但是劉俊又不承認 我懷疑他收你錢 你懷疑高家收買他? 是 不過這個暫時是個人想法 你有實質證據 也對, 法律是說證據的 這些事你跟我說好了 讓別人聽到, 隨時有麻煩 你放心 我們重案組一定很快找到證據 釘死高梁, 再釘死高少江 到時候查到他們父子 妨礙司法公證 我一定會給你過療程 讓你把他們拘捕了, 立功 乾杯 想不到你還能夠喝 我還沒夠 你不是打算再喝吧? 我們知道我的胃, 不如吃點東西 好, 對面街上有間茶技不錯 當然不好 好吧, 我整個街口 好像有家人回家推銷的店比較好 好, 好, 不好意思 喂? 明白, 我待會回來, 好, 再見 不好意思, 突然間有重要事 賺不到你吃東西 不要緊, 下次吧 好, 那我先走了 再見 再見 你不要太過分了 小的這麼幫你, 你就用權力去押他 以後誰還幫你?你已經下班了 人家有自由, 人家有權力去決定 你不用怕, 你這種人才 不是吧, 警隊不要你 我們ICS隨時歡迎你加油, 走 養魚可以逃野性情 人也溫柔一點, 不會像你這樣硬斑斑 來吧, 來 看著魚, 自由自在地游來游去 是不是很開心呢? 看你對我這麼好 好 什麼? 上次你在電話裡不是說 掉了我介紹你那種魚躍的 進來 爸爸 Nelvin 媽媽的石膏像做好了, 你看 是嗎?先看看 很漂亮 做得不錯 對了, 之前問你 關於你媽媽的事, 你想得如何 媽媽生前一直很尊重老人家 所以我想以她的名義 去關注一間老人院 這個想法好 沒有, 一樣是這麼說 細節的事交給你們做, 好嗎 好, 沒問題 兒子 我想問你, 你的年紀做得如何 挺好嗎 挺好, 比較有時旺 其實不覺不覺 好像你也做了十年 有些事, 爸爸… 直說 你知道, 家裡的生意 肯定是想家裡人做的 有沒有想過回來幫爸爸忙? 暫時沒有 我還是想繼續留在ICAC那邊發展 明白的 總之這樣吧 到時候你打算如果回來的話 第一時間通知我 你馬上幫我 好了, 做生意的事我都不懂 交給娘吧 有娘幫你就行了 像你弟弟就糟了 他肯安分守己 我已經多謝他天了 可能遲些他會生性 希望如此 是, 爸爸 包兆龍丹官司搞得怎麼樣? 他是娘司機 娘真的沒跟你說過 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 警察正在調查 他說什麼我就信什麼 爸爸, 這件事這麼複雜 如果處理得不好 隨時會入法律查理 爸爸明白的 你關心弟弟嘛 是嗎?不過真的沒事的, 放心 好 娘 過來 過來坐在這裡 我有些事要問清楚你 當時你遇見車之前 你跟記者說了什麼? 沒有, 他不是問我立法會的事嗎? 那…你跟記者說了什麼? 沒有了 沒有, 為何記者不斷追問你? 那晚我跟朋友說 我爸爸很聰明, 要選立法會 還會硬的 然後那個記者不知道在哪裡聽到 然後他就追問我 我就想著看看怎麼撤掉 就是他 這些話是不能說的 為什麼你會知道這麼多話? 什麼?我聽到你跟那個何先生說 說他一定支持你, 你是真厲害的 這些話你聽到也當聽不到 更加不可以亂說 你這樣亂說話, 我跟你也有事 你也有事 娘, 你要清楚知道 爸爸現在在後面幫你做了很多事 很多事都要玩的 你現在不可以再走差搭錯了 如果再有什麼事 十個爸爸也幫不了你 來吧 爸爸, 我也不想嘛 你對我做了什麼? 你又怎麼了?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怎麼了? 你外面有多少男人? 我媽媽, 你怎麼了? 我媽媽, 你怎麼了? 為什麼要離婚? 為什麼? 為什麼要讓我… 為什麼要讓老婆看待? 為什麼? 為什麼要讓老婆看待? 為什麼要讓老婆看待? 為什麼? 為什麼要讓老婆看待? 為什麼要讓老婆看待? 怎麼會讓老婆看待? 好… 其實…… 說真的 你覺得老婆看下 老婆看吧 老婆看, 老婆看 老婆看, 老婆看 老婆看,老婆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又是你這個臭記者 高先生, 我聽到你說 你可以保證你爸爸高少光 一定勝出公民組備 我沒說過, 你快走 為什麼?說多兩句吧, 高先生 說多兩句吧 說什麼兩句, 你豈不是瘋了 我報警抓你了嗎? 總主, 你記住 爸爸在外面跟你做了很多事 有很多事要玩的 你看著, 要不然我跟你也有事 我已經知道了 還笑? 去睡吧… 不好意思,方大壯 我想知道我兒子是否肯定有事 我看完細高先生的案子的資料 現在最重要的關鍵人物 是我記者劉俊 只有他在案發前見過細高先生 但是他到底知道多少事 我們就不知道了 那會不會有問題? 有問題的話, 警方早上門了 更何況劉俊現在也不在香港 好, 簡單來說 無論劉俊知道什麼 只要他不說, 就什麼事都沒有 包他的, 怎麼可以令他不說? 放心吧, 這方面河先生會安排 其實你最重要的是集中精神 專心去參選 其他的你真的不需要去擔心 好, 我們把我們現在手上有的資料 重創一下 雖然包少龍已經攬上身 但我們已經找到新證據 只用駕駛幾天高粱 之前就說危險駕駛導致他人受傷 但現在是謀殺 包少龍沒理由這麼笨 會幫人吃這隻死貓 不過最重要的證物和證據都還沒找到 好, 也有很多疑點 我們很難和劉俊詩那邊交代 最關鍵人物, 劉俊 本來可以令事情清晰 但是他的口供有一事一弱 現在連人都走了 我看過劉俊的報道 大部分都是關於觀賞勾結 和社會黑幕的新聞 而且角度非常大膽 不只會怕得罪人 他很大機會被人藏起來了 有什麼目標? 我心目中有個答案 但沒有確實的證據 不想無端, 影響大家的調查方向 這麼保守?不像你, 珊姐 人不會帶的, 好, 韋Sir 幾點?哪裡? 我會派人過去 什麼事?大哥 劉俊 好, 在新加坡傳機 六點到香港 乾杯 他在出門 那邊 我們在打開 好了 他在打開 他在哪邊 他在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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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你會想多了 你之前甚麼都不說 你突然會找我們 阿Sir,我女兒心肝定 我不可以連累她 我不可以連累她,我當然要先送她 所以你走了去英國 不,我在利物保釋那些人 我送了她過去 怎料我過到他們繼續搞我 那我只好回來 怎料我回到你,你也知道 我一到機場,他們又找人跟著我 會不會是你自己騙自己 他們真的要對付我,真的要對付我 其他事我不說,就說醫院 就說醫院那件事 我醒來不久,他們就馬上找人對付我 是否一個穿著瑜伽店的人 是,就是他 他…他走過來 他想試試我,是否剛醒來 是責丟殺手,他們想喊口殺我 那你認得那個人嗎 我不認得,我閉上眼睛 我假裝還沒醒 幸好你們及時來到我才沒事 否則我想我死了 那你覺得他除了想對你不理之外 還想做些甚麼 我不知道,我剛才看到他 他走去查我的抽筒 我的抽筒有個相機 他拿了一張照片 照片?那裡面有甚麼 沒甚麼特別的事 我平時採訪拍下的照片 如果沒甚麼特別的事 你呢?為何有冒險的事 我…我真的…甚麼都不知道 還有一件事要問你 當晚開車遇到你那個 是不是高良? 是 你這麼肯定? 是,Sir Sir,我現在真的很危險 你保護我 先坐下 我們可以保護你 但是你一定會答應我們 老老實實把你知道的事 全部告訴我們 我現在問你 你跟高良到底有甚麼關係? 我之前不認識他,Sir 我只知道他是高少江的兒子 有一晚我去喝酒 跟朋友喝酒的陣子就碰到他 我告訴你 今屆立法會 我爸爸,Win選 堅定留 他對收業權很多鄉事派支持他 有很多鐵票 鐵票? 我爸爸,高人加持,是WinWin 先生,有甚麼能幫你? 這裡是私人的地方,你不能隨便進來 先生,高先生,你好 記者,我姓劉 剛才我不過去聽到 你說你爸爸在立法會功能選舉裡面 一定會算得到 為什麼你這麼說? 我沒說過,你聽錯了 不是 你是不是聽錯? 你真的有說,我聽得很清楚 不如這樣,我替你做個專訪 還沒?做甚麼專訪? 你是不是瘋了?經理 先生,這裡不能拍照 先生,請出去,先生 好… 先生,請出去,先生 先生,請出去,先生 行了… 先生,先生,先生 我問你,之後怎麼會撞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忽然扭軚,我避不及,我就解僱了 那次撞車之後你一直昏迷 到最近才醒來 什麼最近發生的事你完全不知道 總之我醒來,他們不斷弄我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全靠頭 上次你急著出院,康復了嗎? 應該還有點事,不過… 做事有點不妥,不過休息了十幾天 很多車車… 上次撞車弄傷的? 不是,不是撞車那次弄傷的 還是之前,之前我打算跟他開電單車 我一定是不妥 spite的 做事 挑戰 應該是部船 他就輸出來了 他還不見了 他對頭的出門 喂… 你以為我想跟著你嗎? 拿著繩子 你覺得這條繩子會是線索嗎? 高亮開了這麼漂亮的車 無緣無故有一條繩子下來 你不覺得很可疑嗎? 就是這條 兩位, 這次的事情辛苦你們了 應該的 其實這件事現在搞得如何? 放心, 就算警方硬要告 律政署也會覺得有問題 因為他們根本不夠證據 證明當晚開車載人的司機是你 另外, 關於太太的丹命案 已經有位移凶被抓 況且他們根本沒有任何證據 證明跟你有關, 所以你可以放心 這就是做事了 當時我會向法庭申請撤銷控罪 拿回保釋金, 這件事就告一段落 兩位這麼說, 我就放心了 老爺…外面來了兩位警察 兩位警察, 有什麼事? 不好意思, 高先生 有關姚家儀單位… 還有什麼事要跟進? 你們警方真的很空閒 就是了, 還沒來過 其叔送他走 好, 這座是拒捕令 我們找到新證據證實高亮先生 和姚家儀的死有關 請你跟我們回去 爸爸 謝謝 高亮先生 請你看看認不認得這條繩 什麼你? 什麼你? 你家裡的槍是怎樣繩 法證報告已經出現了 證實這條繩 很有機會就是用來勒死姚家儀的空氣 這條繩子, 我家裡起碼有五百多條 你怎麼證實這條就是高家的槍戀性 高家的工人綿者已經向我們指出 這條是屬於高家的槍戀性 而且我們在繩子上 還套到你和你太太姚家儀的子物 那你最多都是證明到 我和我老婆很喜歡玩槍戀性 就算阿Sir, 你說的確實情 這條槍戀性真的屬於高家的 謝謝, 上面有我當事人的指紋 一點也不奇怪 但是根據證人劉俊所說 在交通意外發生之前 他親眼看到 在高梁的車尾箱裡夾著一條槍戀性 而這半截的槍戀性 就是從你車尾箱裡拿出來的 加上在姚家儀的床屍地點 我們發現另外半截的槍戀性 在床屍袋裡 根據法證鑑定 這個槍戀性 上面有你和姚家儀的皮舌細胞 所以我相信是你行兇的時候 姚家儀所留下 這麼說, 監證報告上 應該都有劉俊的皮舌細胞 如果照韋Sir你的邏輯 那劉俊豈不是也有嫌疑嗎? 韋Sir, 你怎麼證明 劉俊所說的百分百事實, 沒隱瞞呢? 你們在毫無實質證據的情況下 只是相信他片面之詞 這樣對我當事人很不公平 我要替當事人保釋 不行, 不可以保釋 這件是謀殺案 你們剛才所說的 都只不過是你們的推測 根本就沒有實質證據 為什麼不可以保釋? 全清聰草的 percentage 在大部口認真 有或是, 隨身工作人員 行, 怎麼會保釋 你們的確保釋 一定會保釋 就不會保釋 你看到人家 我們會保釋 我們也要保釋 你每天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